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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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太陽花學運的領袖 他也是這一次民進黨特別徵召 在新北市中和出來參選立委的吳征 吳征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唉唷 台銀 現在在黑台銀 現在在黑台銀 現在黑的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 就逆說 逆說 說得比較白冷 但是逆說 聽有嗎 可以聽 我們可以對 今天的風門對頭到尾都說台語嗎 我試試看 試試看 讚喔 讚喔 你當時怎麼開始說台語 其實進行就有黑啦 但是說 因為工夫是有很多媽 所以在家裡都沒有說台語 現在已經是 我這次像最近我走進去的時候 擠車 都叫我的助力 我們就是整天都說台語 對頭到尾都說台語 你要開始會 對對對 漂亮阿 有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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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OK 所以你之前台語都不行 聽是 聽有啦 但是說 發音就比較沒有標準 這個慢慢的學 慢慢的學 在這邊選擇 你覺得說台語很重要 像你跟雞仔 大家都說台語 對啊 而且在中和這個選區是比較傳統 所以有時候說台語給人感覺比較親 嗯 說台語比較親 對 所以這個台語 台語開始學了 對 我真的叫大家多包涵 欸 不能說國語啊 拜託大家多包涵 拜託大家 謝謝 這個本門啊 因為有說過 所以全程 雖然是1點鐘就這樣 全程差不多45分鐘 你如果是有說到國語 我們就發錢 這樣好 這樣好 我會拍 這樣好 我說發意 這樣好嗎 我來挑戰了 你關出來的錢一半 你正好一半 真不合遇 要花很多錢 要花很多錢 不要啊 好啦 我們試看看 試看看 講一遍就花一千 好多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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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會 要不然開始沒看 開始不然開始沒看 對啊 要先開始 沒關係 沒看 叫李正好跟鄭柏妤來幫你幫忙 對啊 我幫你拜託 好 吳征啊 是1989年出生 1989年出生 1989年出生 出生的 所以現在33歲 末了33歲 特別34歲 他是台大政治系異業 對 這樣 那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組組長 也做過立法委員Fredy的助理 時代力量的發言人 還有這個 台北市議員林亮君的特助 林亮君 對不起 林亮君的特助 那麼這邊啊 這個民進黨徵召 我先請教你 是什麼人跟你接受的 呃 是潘孟安 哦 潘縣長 對 總幹事 嗯嗯嗯嗯 對 他怎麼跟你說 他就 就 差不多 兩禮拜進行 他就 卡卡卡籃給我 對 就說 吳針 他打給我 是有講華語 對 我前面講一下 他就打給我說 欸 吳針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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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啊 我當下 欸 當下是 當然是比較 蠻震驚的 但我就跟他講說 我想一下 是 想差不多 兩天的時間 啊 兩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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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他答應 對 我就跟他說 感謝你 來 給我這機會 也是 信任我的能力 對 對 所以 呃 呃 而且每年的代算是很重要的 嗯 包括 包括 總統代算 嗯 還有立委 對 因為國會要過半嘛 欸 所以這個監困選區 如果如果需要我 我是很高興 對 喔 這一堂其實是 很大堂 很大大就是艱困選區 就是不合算 42.5%以下就是艱困選區 可見你這個是不容易打的選戰 那你2018選台北市議員 代表用時代力量 其實你那邊也選不錯 你拿到11246票 拿了5.0幾%的選票 差一點點就對了 差500票也沒到 500票 第二變國選2022年 你結果六選頭 因為台北市第三選區就是 最三到勝義 拿到14,686票 這次很成長 成長3千幾票 而且得票率6.87% 差396票 對 第一變差500票 對 而且去年我是 無動來選 要無動來選 所以比較沒有主案 是是是 那麼第一變差500票 第二變差396票 都很些微的差距六選 你會覺得很刺激嗎 當然 當然 開票完是 心情是會 蠻鬱子 不過 其實 就沉澱一下以後覺得 每一次 這個挫折 其實都是一個成長的機會 對 所以回去也是 很認真的反省 是哪裡不足 哪裡還沒有做到 對 我覺得就是檢討 然後繼續前進這樣 所以你繼續要走這條路就對了 對 對 就是要堅持 你都落選頭 你們家的人怎麼看 怎麼歡迎 嗯 我爸爸是跟我說 你要看定 就是 他就會跟我講說 政治這條路 真的不好走啦 那他也覺得說 因為他其實是 對我出來從政比較保留 他覺得說 出來參加政治 然後政治就是要很多工房 要很多人罵你 然後也不太穩定 他主要他覺得 就是 就算你今天選上好了 那每四年又要來一次 那你的生涯這樣子 他是比較希望我 找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這樣 對 ok 希望你就不要再從政了 爸爸 他 對他沒有 他沒有逼我啦 他就是表達他的看法 我是有跟他講說 可是這個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有我的理想 而且如果我覺得可以為社會來做到事情 然後讓台灣更好 那這個我也會覺得很充實 也可以幫助到大家 對 媽媽咧 媽媽就是 我媽媽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我確定要做的事情 他就會他就是支持 嗯嗯嗯嗯嗯 那咧齁 你知道我到還有你的皮 喔 哈哈哈哈 你看一百年的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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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透明的玻璃杯 我現在還在用 喔這樣喔 謝謝捧場 因為那個時候 有請洪衣大哥來幫我的這個募款餐會助獎 對 對 謝謝 看到那個皮就算了 哈哈哈 那 吳征啊 你是哪一生的 你說祖籍嗎 祖籍 對 我爺爺是湖南 喔爸爸是湖南 喔 就是那個 湖中南 的部署 是 我爺爺是跟著湖中南的 他是黃埔的 阿公是 黃埔幾季的 第六期 第六期 喔喔很早 很早 對所以從 從這個北伐就開始打的 是 我再簡單介紹一下 吳征的阿公 是1949年 祖父母啦 1949年隨著國民黨來台灣 是 那麼他的這個長官就是湖中南 那麼 吳征的阿公啊 其實是官拜陸軍少將 也很不容易了 做到將官了 那這個 吳征的爸爸是個律師 媽媽是家庭主婦 是 OK 那 這個 我看 因為我去維基查你的資料 你說你們家的政治立場 是傾向中國國民黨的 是 你是 當時開始感覺說 你沒想要對中國國民黨 應該是 最早應該是2008年的時候 陳雲林在台灣嘛 對 那時候 那時候我還記得那時候馬英九選贏謝長廷 嗯 那個時候我們家都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那時候 我就是 那時候還是藍的 對 但是後來看 08年謝長廷產書啊 欸 拍謝 那個時候我還 意識形態還是藍的 後來 那馬上看到後來陳雲林來台灣 然後那時候就 不是 那時候蔡英文主席還有 就是帶大家去抗議嘛 那時候就警察就開始很粗暴的去攻擊 來抗議的群眾啊 然後那時候 把人推到牆腳啊 然後用那個震爆的盾牌一直這樣去撞別人啊 然後 那時候有人在路邊揮那個國旗嘛 警察就衝上去把牆 搶下來折斷了 對 上揚唱片在播本土歌曲嘛 警察就進去說 不准放這個音樂 台北市中安北路 對 對 那時候 你知道就是對一個 剛上大學的大醫生來講 就覺得說 這個不能接受啊 就是 因為民主自由嘛 不管怎樣 民主自由嘛 那怎麼會人家在他家裡放音樂 警察可以過來說 你不准放這個音樂 這簡直是 對不對 好像要戒嚴一樣啊 那怎麼會有人在路邊 舉個旗子 警察過來搶下來折斷 那你到底是台灣的警察 還是中國 中國共產黨的警察 對 所以那時候開始就對國民黨感到很憤怒 台大政治系一年期 對 那 開始憤怒以後 那 後來你是在 2017年加入時代力量 也是 對 泰王話運動 泰王話學院的時候 2014年你裡面 對 你家裡的人看到你 在立法院裡面看到吳征 很生氣 因為那天晚上我們 衝進去嘛 那時候本來想說 可能會被警察抬出來 結果後來就 我們擋下來了 把警察守下來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現在可能變長期抗戰 因為那時候我還住家裡 就想說 那要打個電話回家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 把電話給我媽 然後我就跟 但我不敢跟他講說 我已經衝進到立法院了 然後他說 媽 我現在人在立法院的外面 就是有反服貿的活動 我媽 蛤 什麼 什麼 你們學生 就太單純了 你們真的知道 你們在幹嘛嗎 台灣經濟很不好 你們不要再這樣亂 我就 喂 那邊聽不太清楚 這邊訊號不太好 所以我今天晚上不會回去 聽不太到 先這樣 拜拜 收訊不好 聽不到 拜拜 對 後來我就不敢再打回去了 對 後來可能他們就看到我在電視上出現 我也不敢再打電話回家 對 大概這樣 那爸爸媽媽有很憤怒嗎 我很生氣 很生氣 很生氣 對 因為我記得 其實那之前有幾次 因為後來我就很反國民黨 我就已經跟我家吵過幾次了 像2010年蘇貞昌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不要投郝龍斌 我要投蘇貞昌 哇 他就整個壓起來 啊 怎麼可以投一個壞人 壞人 對 不用急急拍人 這樣 對 所以後來那時候太陽花 他們就 所以那時候 他們當然是很 那個意識形態上很不能接受 但是那時候很有趣 因為後來 後來那時候我也開始上政論節目 就要去 例如說去三立 民視 年代 每一台都會去 對 你知道我們家以前是 絕對不看 例如說三立 或者是民視 一定是不看 看到我上去 我媽媽就 怎麼講 又一邊看 又覺得很生氣 知道你在講什麼 但是又想要看一下 對 所以我覺得 可是又有造成一個 就是開啟一個 他的改變的機會 因為他以前是 他自己後來也有跟我講 他說以前 其實他以前真的 也不知道說 有這麼多不同的看法 因為我們家也是報紙就看聯合報 可能新聞就看了幾台 對 所以對他來說 那也是一個轉機 所以 後來其實他也比較能接受說 好 這個台灣 政治 就是要有些改變 例如說後來很多小黨出來 或者是說有一些本土的想法 國民黨很多做不好的地方 其實他開始可以接受這些觀念 那有過 家裡面有過吵架嗎 有啊 其實我現在要選中和 很有趣就是 我 爺爺 我阿公阿嬤從中國來台灣以後 就一直住在中和其實 就住到他們走 對 那所以我小時候也 中和哪裡啊 在 我爸是小時候在南山路長大 然後 南山高中那裡嗎 對 南山路 然後 後來他們搬到南四角 就是中校街 有個飛驼新村那邊 是 對 所以我小時候也常回那邊 但我要講說 後來太陽花之後 那 這個 因為更加有些衝突 那時候衝突比較激烈 所以 我爸那時候應該就也蠻氣的 他覺得 就說 好啊小孩都講不聽啊 你現在長大啦 翅膀硬啦 你們有自己想法 那你出去獨立啊 哈哈哈哈 要跟你看錯嗎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那時候也是跟 也是 冠絕經濟來源 嘿嘿嘿 就出去獨立這樣 我那時候 剛好也去2015年 在幫Freddy浮選了 他去選立委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 已經外面工作 我那時候也是 也是氣起來 好啊 就出去住啊 出去就出去啊 有什麼了不起 對 我就搬到中和去住 住那個4號公園那邊 對 所以那有過一段 比較對抗比較激烈的時候了 其實 你也很辛苦 因為那時候夾在 就是你的理想跟爸爸媽媽之間 我講實在 也不能怪爸爸媽媽媽 對對當然 爸爸媽媽也有他們 他們成長的背景 是 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感情 是 這樣子 甚至血緣 沒錯 這個真的不能怪他們 但是年輕人 就是已經有感受到 不一樣的時代的這種轉變 就是台灣人覺醒的過程 好 那麼我們現在訪問的是吳征 吳征的家人 那時候吳征要投 怎麼會是壞人 好 那後來家裡面有轉變嗎 等一下我們繼續請家人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熱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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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一袋 不只是小柴 社会主义 报道联播网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归岛之音podcast 网路电台的主持人Emily 你刚刚看到的预告片 是归岛之音 谈论中国影响力的节目 来自五星的你 第二季我们看欧洲 来自德国 捷克 中亚 波罗的海 波兰 乌克兰 等十多个国家的 华语人还有学者 来讨论正在改变中的 中欧关系 还没有听过 来自五星的你的听众 也可以试试看 我们的第一季 第一季围绕着 我们比较熟悉的亚洲 来探讨到底什么是中国 受访者分为 在台湾的陆生 在中国的台商 香港人 流亡者 社会运动者 学者 他们保持的态度不尽相同 有来自台湾 中国 香港 图博 马来西亚的华语人 对中国的想象 第一季也是共有十二集 现在上网搜寻 来自五星的你 或是先来看看 第一季的预告片 你从小的教育里面 就不断会告诉你 就是中国很伟大 这国家很伟大 只要现在被踢上 不爱国的标签 大家就很不敢讲话 但是这个现在举报了 这个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 你好像一言不合 我就举报你 也是要跟他变 因为你如果变得太慢 那确实就是被淘汰 我觉得这个不管你知道哪一个国家去发展 你在那个地区一定是适应他 而不是他适应你 就是去好好地去 去follow我 这个是我的人生再是一个准则 很多他释出了善意 随时都会收回 他只在乎一件事情 屈服 你要彻彻底底的屈服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国的人 但是我爱国的方式并不是一种 我要去相信一切 好 欢迎继续收听播剧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吴征 吴征刚被民进党征召来选 新北市的综合的立委 他是第八选区 那么综合市在对民进党来讲 其实是艰困选区 所谓的艰困选区就是 平均的得票率过去在42.5%以下 换句话说你要冲到赢 这是很极端困难的事情 你看到综合那些里的名字 什么立行里 中山里 中正里 中原里 中兴里 你就知道这里眷村蛮多的 不过眷村蛮多的对你来讲 其实可能搞不好也不是利空 那我先请教一下就是说 那你们家怎么会把苏贞昌说成是坏人 就我觉得这是 他们怎么看民进党过去 这个就是很典型大家想象中的 我们其实就是那种外省家庭 因为我爷爷奶奶是从中国来的 我外公外婆其实也是 外公外婆也是 所以他们有那种 我觉得就像刚刚宏一哥讲的 有那种历史情感 因为毕竟他对我爸妈来讲 他们的爸爸妈妈就真的是中国人 中国长了二十几岁才来台湾 所以我觉得他们 吃国民党奶水 也不算吃国民党奶水 但是就是意识形态上很坚定 可能就觉得而且特别是逃难来的 所以会有那种 大家一定要团结的这种感觉 那小时候我们每次在看 那个选举的新闻 其实就是看到民党就很生气 就是没水准啊什么 这个打架啊骂脏话啊 就是就很气这样子 然后还记得 我记得那时候 陈水扁应该也是 是06年07年 那时候洪山军 对洪山军 我们那时候 我爸带我跟我弟也去上街走 真的啊接游行 对对对 所以 所以以前他们的想法都是 就整个我们家的想法啦 都是觉得说 这个民进党就很坏 很坏 对 没水准 对 把台湾都搞坏了这样子 那你现在 你现在接触 你现在接触那么久 民进党有那么坏吗 我现在都加入民进党 哈哈哈 不过但是这个我真的也要帮 我家人讲话 就是说他们其实也转变蛮多的 对 因为从我开始走正式条路开始 不管是我爸爸我妈妈 我都真的是感觉到他们也是很努力的 想要了解说 为什么会走这条路 想要去理解一些他们过去 不懂的看法 或没有接触到的观念 他们是很努力的在去吸收这样 所以其实像我去年在选议员的时候 其实我家也给我蛮多支持和鼓励 我妈其实就从以前 对 像以前我跟我妈吵过 说你筹票就只会投 就只会投国民党 根本就不客观 根本就是像什么橡皮图章 我妈说哪有 我很理性客观 国民党我投过 我也投过新党 我也投过清明党 所以我是选人不选党 但是 但是就是我开始太阳花之后 其实对啊 那时候我妈就看我上这段节目 然后还去网路上自己看很多文章 说开始了解台湾民主化这个过程 对 所以其实他到后来真的是也蛮支持 这些民主改革的理念 听说你为了认识台湾看了很多书 对 因为其实虽然我大学念台大政治系 可是其实政治系 没有去特别谈台湾民主化的过程 所以其实 而且特别对我这种 从小等于受大中国教育的这种小孩 会回去看就发现 原来有发生过这么多事情 原来二二八那时候国民党这么坏 把人都骗出来 你们就有什么改革意见 大家都提出来 我们会听 然后一边把军队从中国叫过来 上岸屠杀 这都是长大以后去看历史才发现说 哇 这太坏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 所以 那我也是因为我 这个觉醒的过程 所以我家人也开始接触 那甚至像我爸 我爸当然现在政治立场 其实还是跟我不一样 可是他也是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直接讲 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他投票还是会投 就是 就是国民党 简单讲是这样 对 可是真的 我们也是 在持续对话的过程中 他也是 接受说 好了 小孩 你们这一代有你们的想法 那 我觉得对他来说 那就是一个 但 情感的问题 对 所以他也不是 到全盘否定我这个样子 那妈妈呢 妈妈 现在会投哪一遍 我妈妈现在应该 我印象中他有 他 他以前都是投蓝的嘛 他后来已经比较 比较会去投 例如说社民党 时代力量 或是武党 就是一些比较中间的 往中间考了 那这一次 这一次 对 这一次如果 如果 如果那个 我自己出来选立委 然后 他肯定要投我的话 那就是 他 那就会是他人生 哪有不父母 不投自己儿子 那就会他 那可能就会他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投民进来 爸爸应该也会哦 希望可以挑战成功 这件事情 从政你是外省家庭 那爸爸妈妈的这样文化背景 跟阿公阿嬷的这种血缘 你曾经因为从政很辛苦 而掉过眼泪吗 选输的时候当然会啊 因为就 因为我其实也是选输 而且两次嘛 那我觉得若选的时候 其实最难过的不是 你说自己选输这件事情 是因为你有很多支持者 然后有时候 本来你觉得说 这个情绪我可以控制得住 我要坚强 但是你就看到很多支持者 他比你更难过 然后就会被那种气氛感染 然后就会真的 例如说去年选完去谢票 真的好多在路上 阿姨阿伯 就看到我去市场走进来 看到我眼泪就开始流 我一看到人家说 哇你这样子 那我怎么忍 你说怎么受得了 然后就一会哭 就一会哭 就一会年累流下来这样子 你当时 就是 这个 你的转变蛮大的 因为你是 爸爸妈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出生 所以你拥有美国籍 在密西根出生 对对 那后来你去放弃美国籍 你要放弃这个事情 爸爸妈妈有反对吗 嗯 我妈妈那时候就问我说你确定吗 你就想清楚 我说我就是要参选 我就是要从政 所以当然就放弃 我们又不是说好像李庆安这样 头头摸摸 对他就说好了好了 而且 而且放弃美国国籍很贵 要要 那时候光缴手续费 缴了两千多美金 哦哦这么贵 哇呦 放弃要这么贵 很贵 但我知道那時候好像我家其實也有人覺得說不要放棄比較好 但他們想法是會覺得說 你無珍這樣子去搞這些台獨的運動 萬一有一天中國這樣打來 不是首先就要清算你嗎 那你到時你的國籍留政你到時候還可以去美國 但我理解他們的關心啦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我就是在台灣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說我要移民 或者是說有一天萬一中國打來我要落跑 因為我們就是為了台灣民主運動已經站出來了 那你怎麼可能平常這樣出來喊得很大聲 然後有事的時候說我在落跑 那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放棄沒什麼好說的 那家裡的報紙後來有改定嗎 沒有 記系人而報 那我電視台有改看嗎 後來就比較少他們就不太看電視這樣 不太看電視 這個其實你蠻重要的 因為必須透過你的覺醒 必須透過你看的書 因為你是外省第二代 特別是所謂的更正苗紅 算第三代了 第三代了 對 這個阿公是少將 陸軍少將 那麼你這樣的覺醒比較有說服力 對不對 所以老實講 資於民進黨你算很重要 你算很重要 而且這次參選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就是因為我後來就決定要去綜合選之後 那我就想要回家報告 我剛剛也這樣講我家的那個狀況 所以我也其實蠻緊張的 想說慘啊慘啊 就是以前是不動了 現在要自己民進黨 真的大逆不到 壓力好大 很緊張 這樣 我就先回家跟我媽講 可能我媽比較好講話 其實黨的徵招是一種榮耀 是也是也是看重的 那我就先跟我媽講說 我只要職業受民進黨的徵招去綜合選 我就講一講一講 我媽就說 你等一下有事情嗎 我說沒有啊怎麼了 她說等一下 我打給你爸現在就要回來 爸爸你上班了 然後我媽就打給我爸說 你現在在忙嗎 吳震現在在家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講 你現在回來 我爸就說哈幹嘛 他又要去選 我爸很聰明 他馬上就知道說 這個一定無事不登三寶店 沒什麼好事 對他就回來 他就講 那我爸也是 他其實對我從政這件事情 已經是蠻包容的 那只是他還是 這一次他還是有比較擔心 絕對說這個艱困選區 你要用民進黨去選 那是不是人家幫你找去當炮灰 你就傻傻去了這樣 那時候他有這種擔心 對 所以後來 當下當然是盡量跟他講 那後來隔天我剛好 跟賴清德主席有約我們 去跟他碰面 對去這個副總統官邸 這樣 那講一講一講 他就關心我們 然後說這要正式出場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 你們就是要往前衝這樣 那講到後來 最後他就說 那還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們黨這邊幫忙的地方 那時候就想說 好 就跟主席講說 欸主席 是這樣子 因為我這次參選回家報告呢 家人不太放心 是不是 可以我現在撥個電話給我 給我爸 請你跟他講一下 他就說 好好 應該的應該的 我就答給我爸 他就說 欸怎麼了 我說喂爸 賴清德找你 然後我就把電話拿給主席 然後 然後 這個主席就說 喂 吳律師你好 我是賴清德 然後他就說 你好 你好 主席就說 是 這次 因為我以前就在電視上 談話性節目 看過吳征的表現 覺得他非常的傑出 印象很深刻 這次呢 希望可以倚重他 代表我們民進黨 來綜合參選立委 希望得到你的同意 我爸就很客氣 說 沒有沒有太客氣了 這個哪是我們同不同意的 小孩的決定 我們都尊重啦 都是尊重這樣 尊重有點保留這樣 但是後來主席還是說 沒有沒有 當然是需要得到你的支持 而且 吳爸爸你放心 因為 綜合這個地方呢 我們民進黨 其實會跟吳征一起來打這場仗 我們會跟吳征一起並肩作戰 不會讓他孤單 不會讓他一個人 好 你放心 我爸也是 因為主席就 講這段的時候 他是很有誠意的 很誠懇這樣 很誠懇這樣 對 那我覺得我爸也是有 感受到這個誠懇了 所以他也是說 謝謝 很感謝這樣 對 所以我想 這次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家 算是有促成一點藍綠和解 這樣子 你其實很聰明 很聰明 這個表示你在家裡也碰到很大的阻力 你這個參選 其實對你來講 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然後主席也 也讓這個賴清德知道 然後 爸爸那邊的阻力會變小 他感受到是 我們是很認真的在做這個事情 不是不是 不是隨隨便便 好像被人詐騙這樣 沒有沒有 是跟民進黨一起打這個仗這樣 那你這樣出去 有 這個 碰到 外面的 對你不禮貌的行為嗎 嗯 現在其實沒有 我覺得最多 最多就是 比較冷淡 是現在 沒有到 沒有到很直接不禮貌 對 不過我以前在 因為松山 我之前在松山區有選過嗎 松山區也蠻藍的 那時候遇到最誇張 大概就是當街 有人對我吐口水 吐口水 但吐到地上 沒有吐我身上 對 那就是 男生女生 男生 對 年紀比較大 那也是就 那你要舉發他 隨地主談這個是 要開發單 不要破壞 我們的環境會生 不過從政難免 大家有時候意見不一樣 但我覺得 我們就是面對 然後還是要去說 拜託希望你可以支持我 這樣 這個 你知道 最早的時候 其實台灣並沒有 什麼反對黨 國民黨 一黨 獨大的時候 那時候 獨裁 衛權 那 後來才有所謂的黨外 後來才有民進黨 事實上台灣 在五黨的時候 票其實不到5% 因為那時候要跟蔣家拼 那個你要 抱著 最壞的狀況 對 因為有人被殺 有人被關 有人怎麼樣 欺離子散 後來才 因為早期是吳三年 他們 許世賢 那後來是到了民進黨 到了黨外 那時候黨外 黨外時代大概可以拿15% 到了這個民進黨成立1986年 大概有30% 到了阿比亞選總統 2000年他剛好大概40%左右 再來他阿比亞連任2004年 剛好50% 那小英選總統 最多的這一次 到了57% 那你可以想見5% 15% 30% 40% 50% 57% 這個事情 其實他就是無爭的縮影 聽懂嗎 因為人就是一個不斷的 我說服你 我因為了解了 所以我沒有要用暴力 我沒有要用怎麼樣 因為不作弊 不是槍桿子 我就是因為我認識了 所以我說服 那這個說服 必須是一個 就是一個覺醒的過程 所以你才會被5% 從5% 15% 30% 40% 50% 57% 當然他會有個極限 不可能一直往上衝衝到100% 但是所以我才說你很重要 你其實就是一個 不可能改變的外生家庭的一個縮影 但是你們改變了 然後甚至於慢慢的也去影響到爸爸媽媽 那大家也會去想啊 為什麼他們這樣的家庭會改變呢 是因為你 所以我才說你很重要 謝謝謝謝 你懂嗎 那為什麼你很重要 就是因為你看到了很多的不公不義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再來就是你讀了很多書 所以你看你的這個角色 真的是扮演非常關鍵 等一下回來繼續請教你 來先休息一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来自台湾、中国、香港、图博、马来西亚的华语人对中国的想象 第一季也是共有十二集 现在上网搜寻来自五星的你 或是现在看看第一季的预告片 你从小的教育里面就不断会告诉你 就是中国很伟大 这个国家很伟大 只要现在被踢上不爱国的标签 大家就很不敢讲话 但是这个现在举报 这个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 你好像一言不合我就举报你 也是要跟他变 因为你如果变得太慢 那确实就是被淘汰 我觉得这个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去发展 你在那个地区一定是适应他 而不是他适应你 就是就好好的去发问我 这个是我的人生再是一个准则 很多他释出了善意 随时都会收回 他只在乎一件事情 屈服 你要彻彻底底的屈服 《鬼岛之音》最红的节目 来自五星的你 现在开始订阅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国的人 但是我爱国的方式并不是一种 我要去相信一切 好 欢迎继续收听《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吴征 吴征他过去的表现非常的好 这个形式没有什么争议 而且两次的选举 虽然市议员都高票 但是都差一点点 第一次差五百票 第二次差三百九十六票 这表示什么 表示他有实力 是备受肯定的 谢谢 备受肯定 换句话说 民间人也看到这一块 所以特别征召你 是 那刚刚有讲就是说 吴征的家庭 是一个外省家庭 阿公是少将 那么爸爸妈妈是蓝军 我讲实在话 我在这边也要肯定 吴爸爸吴妈妈 是 我觉得他们很包容 台湾的国家很理解 他们也是很明理的人 第一个他尊重你的理想 第二个他也发现 你一定发现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开始 试着去理解 也许短时间他们没有办法 从所谓投蓝军 改变成一定要投立军 而是说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很重要就是蓝跟绿之间 互相理解的过程 是 这互相理解才能够和解 对 你完全不去认识 完全没有这个界面 其实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在这边我也要称赞 吴爸爸吴妈妈 进去来进去来 他们也不容易 有些人就说断结父子关系 登报 感谢他们 对 不过 也需要吴爸爸吴妈妈 无论如果要力挺 为什么 因为艰困选区 那么2004年 那时候是阿扁跟连战在选 6比4综合比这个选区 是 2008年更惨 马英九跟谢长宁 67比33 那这个2012年马英九连任 60比37 是 2016年小英选 不简单 变成39比49 可是你 这个 2016年 39比49 就是小英赢了 那2020年 45比51 小英又赢 赢了6% 那 市长选举 侯友宜上次是62比38 赢出正仓 那么这一次是67比33 赢林家龙 公投绑大选2021年 你还记不记得那四大 四大 四个同意 四个不同意 光合适哦 合适这个 商转 竟然啊 国民党是赢的呢 在这里 对没错 总体是民进党赢 但是在综合地方是国民党赢 54比46 然后公投绑大选 56比44 立委选举2008年 张庆忠 得到六成选票 是 2012年张庆忠 得到四成八的选票 可是这一季 这个 他还是当选的 然后 因为那一届刚好有一个邱佩玲 邱佩玲 就邱创范的女儿也下来选 他也称 这个拿到蓝军的票 那邱佩玲拿到11% 江永昌拿40% 直到2016年 小英那一年啊 选得很不错 对 当选台湾的这一个总统 所以他拿 小英拿 蔡英文是 拿47% 如果四手五入拿47% 那么国民党还是拿54% 因为你正好又拿走了6% 是 那么另外是 这是2020年嘛 好 那么所以啊 这个地方 民进党是蛮艰困的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策略吗 因为从刚刚宏一哥盘点 这个选区情势下来 就可以看到说综合这个选区 他的基本盘 其实是 算是蓝军比较强劲了 因为例如说 四个不同意这个公投 在整个台湾民进党是 就是说不同意是赢的 但在综合这个地方 蓝军是很明显的 对很明显超车 所以回到基本盘对决的时候 国民党在这个地方有优势 那2016跟2020 2020等于算比较特殊状况 2016是太阳化刚结束 那2020是有这个 整个反送中的这个运动 对 所以在综合这个状况 其实变成说 是必须 如果民进党在这边赢 就是要民进党的基本盘 加上所有的这个 等于是年轻人的选票 然后中间的选民 这样加起来 天时地利人和 当然加上包括江总常委员 他过去长期在这个地方经营 然后他的家族在这边 也有很深的渊源 所以各种条件加起来 才有办法去赢 所以今年这一仗 确实是要面对很多挑战 对 所以 但我的目标呢 是希望延续这个方向 第一个是说 一定要争取到 年轻人的选票跟支持 那基本盘一定也要顾好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起跑 第一个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请跑基层 跑透 把这个民进党本来就有的 本土的支持者 首先要团结起来 对 那再来就是往外去扩 到年轻人选票的部分 那我的对手很特别 就是他是张庆宗的儿子 对 所以 后应到旧后亚吧 旧后亚 集白皮土地 集白皮啊 真的 就是他 张庆宗跟他太太 也是现在中文的 他太太也是议员 议员 陈景定 是 他们加起来的财产是非常庞大 然后名下好几间的建设公司 张庆宗本身 他是建设公司董事长 他的兄弟也是建设公司董事长 他的儿子 就是他有三个儿子 老三也是建设公司董事长 所以 财力非常雄厚 而且讲到张庆宗 其实 他就是当年 这个2014年的时候 造成整个太阳化学运的元凶 半分钟 在立法院搞了这个半分钟事件 要去 这个 护航服貌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学生 大家才冲进去立法院 要去占领 对 对 所以 这次等于 他推他的儿子出来 综合选立委 其实就是要延续他们家族 整个在地方的实力 那这个其实 等于说张庆宗这个家族 可以算是台湾一种 金权政治的代表 金权政治 是 因为他们就是 透过非常庞大的资源 在地方上做很严密的绑装 例如说各种协会 这个 衣销衣锦 选手 对 对 这个有很多的物资 他们可以去捐给大家 提供说饮料怎么样 或者说地方上办些餐会 可能就一桌送一瓶高粱 是 用各种 那甚至说你社区现在 这个灯 灯的有点老旧了 我帮你换新的LED 那这是因为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有钱 是因为他们 是很久以前在综合这个地方做土地的这个买卖跟盖房子 等于是我讲直接炒地皮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取得非常庞大利益 那他又透过这个利益呢再去巩固他在地方上的组织 让他可以进入到包括说委员包括说议员 对 透过他在政治部门里面权利再回来去守护他在这个地方上 他的财产 跟他家族的企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政治的模式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说政治要受到监督要受到制衡 那如果为政治都让这个权贵都让有钱人把持的话 那一定是越来越这个不受监督 我说他权力会越来越膨胀 对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是我会去加强力监督了 要把他们家族过去以钱滚权 然后再以权回来滚钱这件事情要去凸显出来 那第二部分其实也是现在年轻人很关注的 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因为现在年轻人大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买不起房嘛 甚至是租屋都觉得租金很贵 一个月我可能薪水三分之一 甚至到快一半我可能都要来付房租 那这个事情其实你就看到说 我跟我的对手是站在一个既然不同的价值选择 是一个对立面 因为他们家 他们家极富你极穷 是 也不只是财产 如果你单纯是你有钱那你厉害嘛 问题是第一个是你把金钱跟政治做一个结合 那再来是说他们家其实基本上是以这个土地跟建案来去赚钱 那这个事情是跟现在年轻人大家希望去实现居住正义 希望去平抑房价 房价未来大家要买得起 是完全背刀而驰的 因为房价是持续成长 他们会赚的越多 房价下跌 他们就少赚了 对所以 我绝对 我要去跟这些综合的年轻世代 跟我同辈大家要去凸显的一点是说 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 我们是 如果你因为他有些人他的服务很好 我说他地方上撒很多资源 他可以给你饮料 给你酒 怎么样怎么样 觉得说就谈 所以你把票投给他 问题是说 那你的环境不会变好 因为他不会帮你解决居住正义的问题 他也不会从比较社会弱势的角度 来去监督国家 所以这个部分 我是希望说 接下来可以去让更多年轻世代感受到 其实大家现在面临的生活上这些困难 其实都跟你在政治上最后投票的选择 你选谁代表你进入立法院息息相关 引导建策公司有几间啊 你知不知道 很多间 很多间 对 我最近有在整理的 其实应该有 你才推过多少案 对非常多 超过时间大概有 这样 OK 那你刚刚讲到年轻人 现在大概民调我看起来就是 柯文哲吸引年轻人最多 那赖清德居次 那你觉得赖清德在吸引年轻人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建议 年轻人 而且特别是可能现在二十几岁年轻人 因为民进党也执政八年 所以其实对很多年轻世代来讲 可能他们开始关心政治 关心新闻 就会看到就是已经是从民进党执政 所以对现在更年轻一辈的 就是这些年轻人来说 大家没有经历过国民党执政那个时候 因为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 马英九那时候推太多 就是说22K 对不对 就是大学 大家大学毕业只能领2万2的薪水 这个是马英九搞的 然后他把台湾要跟中国绑在一起 这是马英九搞的 然后他这个国民党在立法院党国防预算 不让我们买钱件 这也是国民党弄的 所以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 但对现在年轻辈的 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些事 所以大家会看到说 民进党执政有做的还不够好的地方 那我想这个部分 就是执政党要去承担 就是我们整个民进党 大家一起面对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赖主席最近有 都去校园办座谈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形式 因为直接跟年轻人对话 快问快答 对你才会知道说 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大家想的是什么 那年轻人其实大家就是 希望得到一个很直接的答案 你要怎么解决我的问题 可以给我带来什么 大家就是很不喜欢讲官腔这样 所以为什么侯友宜现在 在青年的支持度里面最差 因为侯友宜都打高空 就是讲一些好好做事情 翻来覆去 就讲不出个东西来 所以侯友宜现在民调制度最差 柯文哲他以前是很喜欢放炮 所以很多年轻人觉得说 这个人讲话好像很直接 好像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就是 从两个面向来加强 第一个是说民进党 在接下来今年的大选 说不管是总统立委 我们还是要提出 很多进步的社会福利的政策 让年轻人感受到说 政府是要去来支持大家的生活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 你有被处备 没有啊 我闹急 我现在也是租屋啊 对啊 对啊 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要 大量而且直接跟年轻人对话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赖青的主席 现在他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开始走 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加强啊 例如说这个网路的社群啊 YouTube拍影片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很直接 都不要怕说讲错话 或者是可能得罪 有些人会觉得不开心 但我觉得重点是让人家感受到你的诚意 然后你直接的想法 对 因为他就会 年轻人就很看重个人的形象和特质啊 如果他觉得你是一个诚实 有话直说的人 其实你就会争取到你的支持者 我记得我以前做政治道的时候 有找过一个女来宾 年轻人 议题我忘记了 他说他只想嫁给吴征 你说是不是黄雄慧 QN 那集后来有看 谁谁谁在跟我告白 他想当吴泰 他结婚了 他开玩笑 他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 好 然后 这个你的粉丝很多 那这个 因为他们说你很帅 谢谢陈蒙大家 那你还结婚了没 我单身 对啊 我知道你单身了 所以才问你要结婚了没 所以没有女朋友现在 没有 对因为从政 从政其实蛮忙的 从后 如果不是 差不多生活形态的人 我觉得 会时间容易错开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 一早就 五六点要去送车 晚上可能还要跑脱 糟糕 那对啊 去相处时间会不固定 对 所以 也是就是要看有没有 合适的机缘 遇到比较相近的人 会想结吗 如果有好的对象的话想啊 对啊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还在 还在看这个缘分 那会想升吗 升哦 哦 升是 如果 有这个条件的话 还是会想啊 不过就 对我现在还都还 外面租房子 你租房子一个月要多少钱 一个月 哦 也要 这些水电杂资什么 加加也要快两万 好像 年轻人租房子 政府有补贴是不是 对 可以有租补贴 但是那个租补贴的话 看各县市啦 那你要在这个县市 你家没有房子 这样子 哦 要没有房子啊 那你爸肯定是有 对 他们会不会想说 要看你的收入了 你收入过了一个水平以后 就没有了 哦 OK 那爸爸妈妈有没有想到说 他会不会跟你吹风 吹风 不会啊 我没有 他们就一直强调说 如果你以后生小孩 不要叫我们帮你带 哈哈 哈哈 说不要把我累死 你就偶尔把小孩带回来 跟我们玩一下就好了 千万不要叫我帮你带 小孩 那如果你想买房子 他们需要资助吗 哦 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只是差 那钱差太多了 没什么存款 这样子 对 因为吴征啊 如果他结婚 他买了房子 生了小孩 我相信都是个新闻 哦 再跟大家 有这个好消息 再跟大家报告 那可能也是个指标 就是说 让年轻人要有希望 是 减轻他们的负担 我觉得经济因素是最重大的因素 不是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因素 但是是重大的因素 年轻人看到那个房价 就完全不敢动作了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吴征 吴征呢 他这个民进党刚征召 来选新北市第八选区 中和区的立法委员 那么这位年轻人 非常有意思 从一个非常深淡外省的家庭 变成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 希望 这个年轻人要他提醒 因为他代表年轻人的声音 那第二个是 希望大家也给他一个机会 你刚刚讲的 那叫金权政治 张家 对 那希望能够有所改变 好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 非常感谢吴征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鸿一哥 谢谢 祝你国平总算 感恩 拜托打给吉吉 加油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进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